《我已讨告来到你更前的基督教诗歌》 这首歌标准来说是彈A调的 我们今天也彈A调 但是很多人彈的时候 就没有留意到原来我们这首歌 是属于一个叫做 Descending Bass的Compression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? 我们就会解释一下 先做一个最基本的示范 你看到的谱是写着这个chord 那你就会跟着这样彈 但我们有时自己要改变一些 首先它的谱是写着 一般是一开始 分别的chord就是 首四个bar 每两拍转一次chord 分别就是A 跟着E OK 然后Fsharm 跟着Csharm 好 然后就是D 跟着A 最后是Bm E 刚好一个 我们所谓的Cycle 就是一个圈 刚才这样彈 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彈 没错的 其实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今天是做什么呢? 今天我们搞一个advanced的谈法 所以我们就试一下 去到 就是多一点点 目求 就是我们常常都想弹得好些 就是不用那么闷 好 首先A chord A chord 可以保留 A chord 可以保留 A chord 可以保留 E chord 我会用它的first inversion 就是E over G chord 那怎么按 那你可能从来没按过这个 chord 但是其实是很常用的 有时候我们学到吉他学到这么常 就是老师都未必教你那么烦 如果在谱上面 你应该会看到E 然后斜滑 G sharp 后面的G井 那个井不是读井 是sharp 就是G的声高一格 就是A 然后就是E over G sharp 那怎么按呢 这个chord 平时E chord是这样按的 E over G sharp 就是分别二手指 六线四格 一手指 四线二格 三手指 三线四格 和四手指 就是尾指 就是二线五格 有两条线没有按到 分别就是 五线和一线 但是我们的做法会怎么样 就是手压低一点点 就将它瞄了 瞄了 瞄了的意思就是 但是不要让它发声 不要按住 其他音就是按住 OK 这个叫E over G sharp 然后去F sharp minor 那为什么要用E over G sharp 因为A和F sharp minor 中间就是差了一些东西 A 接着什么音呢 然后去F sharp 那当然是A G sharp F sharp 看到没有 就是一个连线 所以我们就要把E 转做我们所谓First Inversion 斜滑 斜滑的意思就是 E chord 但是你的Bass 要弹G sharp 那提一提大家 这个又是学 平时F sharp minor 老师教这样按 这个是最標準的按法 其实很少用的 而且你每次都按了 那么多条线 好吵的 那我会 首先F sharp 我会转做F sharp minor 7 其实我在其他教学片 已经讲过很多次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Major调 那些Major调 那些Major调 你是可以自动把它转做7 那听起来 就会Soft 柔和一些 现在感强一点 好听一点 所以F sharp minor 7 怎样按呢 你也说 阿sir 都是这样按 那这个也是那些Major调 那些Major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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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两个Cord 但是很多时候 你记住 我们按Cord 尤其Professional 不会常常都每次按六条线 就是这个Concept 我们要记住 因为你没有需要用到那么多条线 有时 OK F sharp minor 那按 下一个C弃 就应该是C sharp minor C sharp minor 首先我们变成C sharp minor 7 放了Major调 按这个弹法 不要那么复杂 那来多一次 A E over G sharp F sharp minor C sharp minor 7 OK 下一个D 但是去D之前 又是F sharp 跟着C sharp minor OK 然后去D 中间其实差了什么 F sharp 应该E 才做到D 我们记住 现在做什么呢 我们尽可能将 Bass line 低音线串连去 所以第一个A D G sharp F sharp 跟着E minor C sharp minor 应该overE 会更好听 那在这里我怎么按呢 那我其实可以 因为刚才F sharp用了这个 那我E 就用我 空弦 六弦空弦 OK 就是说我这个Bag chord 我不能包到六弦 记不记得 包到五弦 留下一个六弦空弦 都是C sharp minor 7 听一次 那它的低音其实就像 D D D L S OK F E R S 应该这个完整 头四弦 A E over G sharp F sharp minor C sharp minor 7 over E OK 然后D 下一个 下一个 这个就tricky少少 A over C sharp 应该去一下 就是本身是A的 那我们去A over C sharp 那怎么按呢 你会发觉 原本你的A chord 其实没有按到任何一个C sharp音 在这里 C sharp音在这里 就是这个音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要转一转这手指 这样去按 那我那一手指 是没有BAR到一弦的 可以吗 一手指是没有BAR到一弦的 放了一弦出来 接着这个三手指 就按C sharp 这个是标准的A over C sharp 不过 我告诉大家 这个 chord 太难按了 就算我 虽然我觉得很轻易 但我都不喜欢这样按 因为都不舒服 所以我A over C sharp 我会怎么按呢 通常遇到A over C sharp 我会转去做 A Subs 2 over G sharp 或者所谓的AX9 就是加一个什么音 E到或者9 就是加一个B音 二弦空弦就是B 所以看我怎么按 我会这样按住A chord OK 放了三手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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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个是A chord 变成A sub 2 你听到那个声 闊一点 好听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 接着加一个手指尾 在刚才我说的那个音 就是五弦的第四弦 可以吗 这个就是A over C sharp 我经常都用 原本最后的几个弦是B A Bm E 我就变成D 然后A Subs 2 over C sharp Bm照这样 变成7 当然 最后E也是照这样的 可以 OK 好 终于说了八个弦了 再重复一次 A E over G sharp F sharp minor C sharp minor over E 放一条六弦出来 接着D A over A over C sharp 我变成A sub 2 over C sharp 或者A echo over C sharp 这个名字 除了你 接着Bm7 最後E 那你就听到 Bass line 是串联下去 听一下 好 好 接着Bm7 接着Bm7 ok 好 接着Bm7 跟着Bm7 一起唱 Bm7 Bm7 好 其實我還用了一些其他技巧 但今天主要是講Descending Bass 所以記住這一套就是A大調 標準Descending Bass的chord shape和voicing 大家一定要把它練得很熟 因為經常都會遇到這套chord progression 大家用心練習吧 打零 打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